车灯问题绕一见光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一台 2011年的三菱野鱼头Fortress 车主因为不满意原厂炉素大灯的亮度 所以自行更换了LED灯泡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 亮度还是没有改善多少 从亮度实测可以看到 目前的大灯亮度大约为3500左右 而且两边的灯泡亮度落差很大 现在我们开始升级亮度 那晚一点我们再来看看亮度提升了多少 现在收工完毕后 可以看到大灯已经换散了 我们的终极款双光鱼眼 搭配上5500G的HID灯画 从亮度实测可以看到 升级完毕后亮度大约为3万左右 整体提升了将近9倍 从亮度效果可以看到 终极款鱼眼在夜间的铺路感依旧非常的好 而且光线分布也很均匀 特别适合高速铺路这种路段使用 经过我们的专业调光之后 既不用担心大灯会刺到对上的驾驶 也可以安心享受超远的照射距离 相信这样可以满足车主的亮度需求 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疑问的话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感谢观看